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西马半岛的柴油是确定涨价 政府昨天下午宣布 今天凌晨12点就生效 每公升从两令吉15cent涨到三令吉35cent 新政策上路的第一时间 东方日报记者走访了雪龙一带 很多油站之后就发现那些业者告诉他们 昨天晚上午夜有大量的裸里货车柴油车 在油站前大排长龙 赶在柴油涨价前添最后一回的便宜柴油 但竟然也有人抓紧这涨价前的最后一刻 在跟时间赛跑 他们是赶着要继续走私津贴柴油 那话说吉兰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 在昨天恰午政府宣布柴油价格涨价之后 就积极在当地的各个油站展开突击检查行动 结果执法人员就在道北线一家油站 看到有一名司机竟然自备油桶来添柴油 赶在柴油涨价最后一刻还想要走私 最后被逮一个正着 那有关当局就说 这名走私的险犯将在1961年的供应法令下受到兑付 那房间不少人说 政府昨天闪电宣布柴油价格自由浮动之后 不少业者是措手不及 今天一整天都有人跳出来抱怨的 比如吉兰双溪大年 今天就有上百名的尼基业者集体罢工 宣泄他们对这个政策的不满了 这一群司机和业者就说 他们原本每天的柴油成本大约100令吉 现在你一下就把它拉高到150到160令吉 涨了超过一半 所以他们就陷入窘境了 当然有人会问 政府不是说会给你们这些业者补贴吗 可偏偏他们尼基这个行业 是没有被列在23种获得柴油补贴的名单当中的 那这群业者申诉 他们没办法吞下突然暴增的成本 也赶不及跟承包商提出要调整价格 所以只好集体罢工 他们良言 要是承包商不同意他们提出新的服务价格 不排除在明天还会有另外100名业者 加入集体罢工行列 那除了双西大年的尼基业者集体罢工呢 彭亨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兆生 今天也发了文告 他预测彭亨州会有90%的运输业者会停驶 为什么呢 他说运输业者之前接了的那些订单 他们都没有预料到每公升柴油会涨到那么大 他们都是于两令吉15C来计算成本的 现在政府突然执行新的柴油机制 运输业者被逼要承担多58%的额外开销 每天的运营成本呢增加15000令吉左右 让人喘不过气 所以运输业者很有可能会决定停驶 因为他们不可能做亏本生意 这名会长还说呢 虽然政府说会给业者提供补贴 但是真正拿到补贴的人呢相当有限 那再来看到同属团结阵营的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今天就拍影片也与政府前言不对后语 把他搞到他的头很晕呢 他说经济部长拉斐兹早前就宣称 政府会下调燃料价格 首相安华去年也曾说政府无意推出新水制 但魏家祥就抨击说 那这些话才说不到一年 政府就宣布要征收低价商品税 资本利得税和奢侈品税 让魏总形容 他每次只要把想称赞政府的稿子写好 才准备要拍摄 那政府就突然来个悠转 就是这样咯 把他搞到头很晕啊 那在野党那边的反应又如何 我们来看看 那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呢 伊斯兰党总秘书达基尤丁 今天发文告说 他们是伊斯兰党是赞同政府的政策 因为可以改善国家的财政 只不过他们担心的一点 就是执行上会不会出问题 然后对人民的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 伊斯兰党是希望呢 那些生产商啊 运输业者啊 农民啊 低收入群体 能够透过简单的注册 注册程序 就能够豁免那些高昂的柴油价格 那相对于伊党的客气哈 国盟主席慕尤丁呢 就警告政府说 政府下的这一期猛药 会令到国家的经济休克 目前只是开始而已 他形容柴油价格突然上涨 将对经济和社会领域 产生成熟效应 人民承受的成本啊 可能远远超过政府省下的4亿令吉 慕尤丁就反问道 这值得吗 那柴油价格自由浮动 上路不到24小时 从运输业者啊 到政治对手 都有人出来批评这项政策了 首相安华呢 今天在首相署长阅集会上就说 他当然知道 这个针对性柴油补贴 不是受欢迎的措施 但是为了拯救国家 政府没别的选择 必须要落实这样的政策 安华还提到 其实前几任首相 他们都曾经同意 要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的 但当时他们应该都考量到 做这样的事情有风险 所以最后前几任首相都没有做 而团结政府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要面对来自各界的各种批评和诋毁